一人刘更宏进来带着女儿小泡妇参加爸爸去哪儿人气暴涨 但23日却被传出财务出现危机 刘更宏在历年前曾提到 过去在深坑砸900万约人民币197万 买下乌林约15年的中古大楼 而且还花了200万约人民币44万装潢 他非常有信心这间房子将会增值200万约人民币44万 甚至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多买一户 没想到今日就传出他的财务出现危机 因还不出债务该房子也被查封 不过近期该笔查封资料已经被撤销 据悉刘更宏在买下深坑的房子时 先是向永峰银行借贷七八百万 约人民币153到175万 2017年9月又向华南银二胎贷款约400多万 约人民币88万 后来还向秋信债权人借贷 一三胎借贷利率相当高 因此引起外界猜想 他是在财务吃鸡的情况下 没有选择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虽然已经用了该顶房子做了三胎还贷 但是却还不出秋信债权人的债务 位于深坑的房子才会遭到查封 虽然现在似乎已经解封 不过估计他向两家银行借的担保债权金额 仍有1400多万 约人民币307万 对此有记者传讯询问刘更宏本人 往往非经纪人双方都未读未回讯息 很贵